这是一只叫凯米拉的怪物 他专门猎杀半人半神的混血 此次他盯上了前往冥界寻找闪电 波西 先前波西三人正在乘坐火车前往洛杉矶 因为冥界的入口就隐藏在洛杉矶的地底下 就在此时 波西看到了窗外竟有几只人马在奔跑 人类却看不到他们的存在 杨南却在这时道出了一个可悲的秘密 原来在一千年前 半人马往往都是成群结队的 但自从木神潘消失了之后 自然界就失去了保护 导致半人马数量越来越少 就在这时 火车上的警察来到餐厅找到三人 质问他们为什么要把房间里的窗户打碎 尽管三人极力解释他们在去餐厅前 窗户还是完好无损的 警察还是把他们扣押了起来 就在三人不知所措时 一个自称是心理学家的女人走过来 他对三人表达了非常友好的关心 还贴心地支走站在一旁的警察 女人得偿所愿跟波西三人单独谈谈 然而一旁的杨南很快就察觉到了异常 You have something on your jacket Looks like 三人才得知眼前的女人竟是怪兽之母爱情 因为先前除掉的那几个怪物正是她的孩子 她这次就是来找波西算账的 就在他们对峙的过程中 魔法背包里的拉链被缓缓拉 赤血的凯米拉突然伸出了刺小波西 黑妹眼疾手快抓住七尾巴 毫不客气地刺了下去 在她的掩护下 三人趁机逃跑 然而还没等他们逃走波源 身后的怪物紧追不舍 眼看三人无处可逃 好在这时火车突然临时停靠 波西三人还得以趁机跑下火车 而此时的怪物年纪还小 正在学习抓捕猎物的阶段 所以她不会离母亲太远的 现在至关重要的是 波西三人必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紧接着黑妹就将他们盖到 一处供奉她母亲雅典那女神的神殿 在这里不经过神的同意 怪物是无法进入神殿的 然而就在三人以为暂时脱离危险时 波西却突然浑身发软差点晕倒 是刚刚被怪物刺伤的毒素起伏用了 黑妹和杨男赶紧将波西扶到喷泉里 试图用水来治愈她的伤口 但是喷泉的水并不是活属 所以完全没有用 就在这时 怪兽之母爱奇纳和凯米拉追到了神殿外面 黑妹和杨男赶紧扶着虚弱的波西 躲进神殿里面 然而就在三人坐上电梯准备前往她顶时 他们惊讶地发现爱奇纳和凯米拉竟能进入神殿 原来就因为先前三人砍下了美毒沙的头颅 还将其继续天界 他们的行为让雅典那丢进里面 波西带娶河边治愈伤口 自己则留下来为两人争取时间 看到黑妹如此大意 波西赶紧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神剑递给黑妹 希望可以助她一臂之力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就在黑妹伸手过去拿箭矢 却突然被波西一把拉了下来 立马反手将门关上 她决定自己一个人对抗怪物 而波西也对她的老爹波赛东彻底失望透顶 因为她从来不会暗地避护波西 现在自己能够做的 就是不能让怪物伤害自己的朋友 很快爱奇纳和凯米拉就追到了塔尖上 可怕的凯米拉一步步朝波西逼近 面对近在咫尺的庞然大物 波西毫不畏惧直接一见抬向怪物 谁知吃痛的怪物只是轻轻一个抬角 就将波西重重的击飞倒地 紧接着凯米拉开始蓄力变换形态 下一命 直接喷出熊熊烈焰袭击波西 面对如此强大的怪物 自知不敌的波西转身往身后爬去 谁知爱奇纳一个轻轻摆手就断了波西的后面 面对如此强劲的对手 虚弱的波西只能强撑地站起身 拼尽全身的力气去正面引力 没想到三两下就被凯米拉顶进破洞里 此时的波西抓住铁架垂死挣扎 爱奇纳则带着凯米拉上前嘲讽她 就在这时 虚弱的波西再也支撑不住 直接从高空坠落 就在波西命悬一线时 波赛东还是忍不住出手 她将波西困在水里面 并召唤来一只精灵 教导波西如何在水中呼吸 相信他 相信自己 只是 呼吸